郭總裁如果他真的已經讓國民黨 讓他是一個合格的初選候選人 他又很願意把這個初選走到完的話 他如果一旦提名就等於是 那本來韓國瑜市長每天被追著問 每天被追著要表態 你到底選或不選選或不選 那在他內心是天人交戰的 他如何去面對高雄市民 如何去面對這85萬投他出來的高雄市民 那今天他不管是到新馬到大陸 到美國去他其實都是要為高雄市民 承諾他選前所要做的事情 支持韓國瑜的人除了高雄市市民 還有很多就是你剛才說的 他去新馬他去美國 有非常多的僑胞是支持韓國瑜的 1月11號在台灣建這件事情 他們是想要回來投韓國瑜一票 那這些支持者他要怎麼交代 其實我覺得我們這次跟韓國瑜 在巴士頓到LA到舊金山 的確有很多像柯委員講的 畢竟柯委員也是留美的 現在海外的僑胞 其實對韓國瑜是寄予厚望 他們甚至很多人就在那邊講說 一樣類似這種非韓不投這種論述 就是說如果明年1月11號選票上不是你 他就不回來台灣 很多 最後一天昨天晚上我們在矽谷所 那一場3000人的演講會 因為我過去在溪谷待過很長的時間 很多人都是從來對政治是不感興趣的 他是對韓國瑜這個人感興趣 所以他去現場聽他演講 到現場是希望他要出來選總統 可能很多媒體記者沒有掃到現場很多的角落 真的華僑感覺上就是說 他就是把韓國瑜當作一個總統候選人在看待 所以其實這兩天我們的辦公室 包括今天早上一直打電話進來說 趕快見韓國瑜要初選 好 好